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小光彬彬在美国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那个湖 我们又来到了Lake Forest 这个社区呢叫Hidden Lake 是尹湖 这个社区呢都已连排的 但是产权是独东别墅的这种双拼 这种双拼别墅为主 这套呢是私房2000尺 要价呢只有89万 而且是全新装修的 我可以带大家走进去 一起去看一看 大家好 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Lake Forest 这个Hidden Lake 尹湖这个社区 我们今天要看的呢 就是我正前方的这一栋 但是它是一个双拼别墅 就是说旁边还有一户 但是它的产权呢是Single Family 它两边已经没有了 我们看一下外观 现在呢我们从侧院走进去 这个呢是一个侧院 这个侧院呢 我觉得若在双拼别墅里不算小了 我们看一下这整个侧院 侧院是直接可以通到湖边的 我们先进房子里去看一下 我们一进门 就可以看到这个房子的客厅 客厅旁边呢是餐厅 餐厅的后面呢是一个带紧的厨房 我们先进房子里面 我们先进房子里面 从厨房走出去呢 我们就可以到了这个院子 这个院子是我觉得 这房子唯一的硬伤 就是它没有做过这个院子 大家需要花钱去做一下这个院子 每家呢都带一个码头 旁边那个船是邻居的 如果做院子 大家可以做出一个码头出来 这个院子的面积也蛮大的 我们看完了客厅厨房跟餐厅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看一楼一进门左手边的这个 也可以当做书房 也可以当做一个一楼的卧室 从外面出去呢 是一个卫生间跟淋浴 在它旁边呢是一个洗衣房 洗衣房连接车库 我们现在一楼拍完了 我们就去二楼一起去看一看 二楼这边有个挑高的空间 可以看到一楼的客厅 我们右手边呢 就是这个房间的主卧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主卧里的套用的卫生间跟梳妆台 主卧里面套用的卫生间 从二楼往右手边走呢 就是两个客户 我们先看第一个客户 这个客户对面呢 是两个客户共用的卫生间 卫生间右手边是第二个客户 完了整个房子 整个房子呢 我觉得优点缺点也很明显 我们先说优点吧 我觉得优点在于说 它一楼一个卧室 而且也可以当工作间 它旁边还有一个淋浴和卫生间 很适合老人住 然后很喜欢一个房子 楼上呢 还有三房 我觉得一个小的家庭是足够了的 然后缺点呢 我觉得如果非得说缺点呢 我们它是一个新烦修的一个房子 然后呢 它可能有一些东西 不合我的平外 但是我觉得很合我的平外 第二个我觉得应上 就是它院子没有坐 如果这房子买了 我们需要一个院子 这院子可能要一两万美金 然后最后呢 我觉得如果说 再有说的一点 就是它挺紧凑的 它的客厅没有那么大 层高不会很高 因为是一九七几年的房子 那好吧 那今天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那大家可以点击订阅关注 下次我们再带大家看 更多更好的房子 拜拜